收了一批啊 这样工艺的常规版T恤 你看上面全是带这样的小工艺的 这个是一个小珍珠的 带着用蕾丝小花花的 你看这个蕾丝感觉真的是很好看 但是这批我唯一啊 可惜的就是它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 咱们收回来只有几百件啊 连上千件都没有 你看这个图案真的白的配一个蓝图案 特别好看 下面还带着这样的小珠花 你看看这个 整体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我呢找了一些样板挂钱啊 咱们这批这个颜色其实挺奶乎乎的 它这个奶黄色真的是好好看 好温柔 还有这个粉色也很好看 这个颜色稍微添多一点 但是整体呢也是不影响的 因为这个颜色它很中和 它不是那种亮黄啊 或者是那种很奇怪的粉色啊 你看那颜色都好看 然后它家我记得是一个万家的黑马档口啊 今年是做的很好的一个档口 你看那个常规吧 随便搭我这个裤子真的出来的效果 都很好了 如果说你们在机型搭配下 搭配一个白色的这样的小裙子啊 半身去穿起来 那真的是很温柔很温柔的啊 这个它搭运动可休闲的类型 你看它把它的小腰这样别起来 下面搭一个牛仔短裤是不是很清晰 那是和这样的 然后你看这个款做一个小珍珠 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它这个呢都是不会掉的啊 我给你们看里面 里面这个效果还没 都是钉珠上去啊 它不是说随便粘上去的啊 就是走一个流程 走一个过程 不是这样 它家这个牌子做工和面料 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你看这个板 如果我们把它这样放下来穿 你看休闲的感觉 还显得很高啊 而且这种宽松版的天使 穿上真的好舒服 好舒服 你看它这个小工艺做的真的是绝了啊 你看这个小花花多漂亮 很细节很温柔啊 还带一个小扣子立体感觉 普通的T恤一点缀 这个小工艺啊 一下就变得不普通了 你看这个小花花还做了层次感 真的是细节太到位了 每一个款我都很喜欢 真的是数量太少了 像这样的货有个两三千件啊 我是必演收的 所以说有这种风格的啊 你们就做这种风格的这一批 真的是必演肉啊 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 你看这个金边 款式真的太多了 我就给大家大概过一下吧 如果你们对这批货感兴趣的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